今天给大家分析 北京首钢球员比赛中与场边女记者发生激烈冲突 比赛被迫中断 视频开始前 请用您发财的经手 唯本视频长按点赞三秒 万分感谢 北京时间1月9日 CBA常规赛北京首钢与浙江广沙迎来焦点之战 三节比赛结束 浙江广沙74比62 领先北京首钢12分之多 第四节比赛进行到还剩十分多钟时 场上发生戏剧性一幕 胡金秋罚球不忠 北京首钢抢下篮板后 吉布森持球发动快攻 他突破至篮下时 被胡金秋犯规 这样的判罚本来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正当吉布森将要罚球时 球场的另一边发生了激烈的人群声 还是对于这次判罚的判罚知识产生了争议 但是北京的人 当事人是谁 第一镜头给到朱燕熙 镜头一直没有转过去 连现场解说嘉宾苏秦和江帆都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给别的画面 回放 回放也没给 把镜头转过去 或者给一个全景 我们不知道刚才这个气是发生在 球队席上还是球场上 大家还是在和纪录台进行的交流 转播镜头可能是觉得这样的事对CBA影响不好 没有对这一幕记录下来 还好有观众记录下了这一幕 你不拍 我拍 我长得好 对不懂 因为我没有听到太小 因为女记者辱骂球员 最终被罚出场外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